大家好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深圳华家北 等会呢 我会去带踩一台 苹果笔记本 这款苹果笔记本呢 是作为家用型的 比如说堆剧啊 办公啊 电影啊 然后一些小游戏都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我还是要推荐苹果笔记本 为什么这个专区都是外苹果笔记本的 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苹果笔记本 它的作品 然后还是它的苹果层次效果 最后呢 还是可以装双系统的 今天推荐的这款苹果笔记本 我们等一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专区就是苹果笔记本的 都可以看到这都是苹果笔记本的一个专卖区 我们拿到这个木材吧 然后把我那个笔记本拿出来 看一下 这个笔记本已经拿出来了 首先这款笔记本给我们最大的直观优点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屏幕挺多下来 一般普通的普通的国产笔记本 它都是飞便率是19201080的 你看下这款啊 这款的屏幕笔记本的话 这边都是一般的4万某的一个粉丝 就那是 给看一下这个分辨率 谁看到说2560从1600 所以说它的分辨率是超高的 然后这个是网膜的显示屏 然后它这边有个 物态硬盘256g的 然后我们来看见背面 屏幕笔记本最大的优点啊 可以看到这个背面 这背面你没看到没有 都没有散热孔 没有散热孔最大的好处 你看到没有 如果你放在桌子上的话 没有灰尘是吧 这个锡的话 那个风扇 它的做工优点就是它侧面 它的风扇在这侧面 知道吧 所以说你放在任何地方环境下使用 它都是ok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做工的散热风险在什么地方吧 你看到这边 它是从这个内窃出来的 看到没有 像这种做工只有苹果笔记本 我才能看到其他的品牌啊 我都看不到 它都一般在侧面 又在背面 那时间长了的话 这边就风扇是不是有很多黑层 所以说耐用性的话 慢慢的随着时间就老花下去了 像这种平均没办法用过五六年 也是不够时的规矩啊 关键它是可以装创系统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款笔记本显示非常的好 嗯 然后呢 这份笔记本 问一下老板多少钱吧 这份多少钱 五千八 五千八 是吧 有比的少 这已经很优惠了 i800拿下i58G 256G固态硬盘 视网膜显示屏 这行情难道还不香 并且帮忙装好上系统 点赞不关注iGbq 比基本路上选择很明确